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经过了十年 然后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再一次跟陈远廷聊天的时候 会变成一个品牌主理人的身份 所以说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你是为什么想要做这个品牌的 第一就是我很想传递一些我自己的理念 还有就是因为经常自己拍戏或者是有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呢 那个都不是真实的自己 有时候你去表达一些东西你会去说一些台词 就不是完全是你自己嘛 是这个角色 要说这句词 其实做品牌也是在十多年前开始做的 就想做了吗 所以说在我们上一次拍摄了 哦 ok 然后当然当时候是不怎么提了 但是之前以前是先做帽子 然后呢 因为那个年代真的很流行帽子 对 很那个就是简单的cap 但那个时候我会就是比较沉迷 为什么一些品牌做了这么成功 或者是我自己也有很多我自己爱好的品牌 我就比较沉迷在这个方向 去年才建立了canaway 嗯 但是筹备了其实也有一年多两年的时间 因为自己之前有很多次的失败 然后会知道自己的误区在哪 然后一个品牌的成功不是与否 是基于很多东西的 ok 然后就是做很好的 preparation 很长时间 然后就到今年 就是现在canaway到现在是有一年的时间 ok 就像你说了 其实做了很多合作 因为其实这个牌子出来 从第一次有产品出来 其实我就有看过 所有的产品的失误 然后其实我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做品牌 因为其实有很多艺人在做品牌 然后这个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 但是艺人做品牌 其实能产生这种文化向的影响力 其实不多 所以说那我看到了品牌的一些相关的 branding的东西 联名以及一些素材的输出 我会发现这个品牌 它其实是做一个 像真的作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品牌 而不是一个卖粉丝的品牌 所以说但是这一条路 说实话挺难的 哦是 对就是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来做 嗯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嗯 对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也跟你之前的问题 我觉得是同一个答案 为什么要建议这个品牌 嗯 很重要 在建议这个过程到现在 只是我觉得很开心会认识更多的人 这是第一 OK 为什么呢 就是你会认识一些 我觉得同道中人 就是那种同道中人 就是OK 啊 他们可能会喜欢你的品牌 或者是你会喜欢他们的设计 嗯 就是在这个市场上 你会认识很多专业的人 还有他们想东西的嗯 方向如果是在这个 一样的 对就是一样的 那其实你可以从他们身上 拿到很多敏感 OK 啊 这个碰撞 我是很喜欢这种碰撞 OK 然后 还有就是 说实话 在街道上 所有的 比如说你自己喜欢一个品牌 你创了 你看到那个人喜欢 那个品牌 其实你很自然 嗯 会觉得它是 OK 比如说 同类人 同类人 比如说球鞋 对啊 你喜欢哪一款 风格啊 风格 其实我觉得直男会比 比较公平 就是你知道他穿这种鞋 或者是有一种鞋他穿了 你会不会 不想跟他当朋友 哈哈哈哈哈哈 是有这样的 我会这样啊 因为其实我们也刚刚做了 你理解我说什么 我懂 因为我们刚刚做了一个内容 就是说直男背了不娘的香奈啊 哦 对我们刚刚做过这样的内容 对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其实你 我会发觉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会认识很多 我很喜欢的朋友 但是说实话 是难 真的难 因为这条路确实是 真的难 就是你啊 就算我们搞这一次的跑步 我我们觉得 挑战是真的大 嗯 上一次我们搞的跑步 可能是十天 嗯 左右 嗯 但这一次我们搞了三个月 三个月的跑步是很长 我觉得是比较疯狂啊 然后你我要做两层的跑步 然后你看我的SKU 我要铺满整个电 SKU真的 嗯 你想一下 只是我们要做很多功夫 才可以呃呈现这样 那当然不是说自己跟其他人有什么分别 所以我觉得整个行业都是很难做 对对对对我做了这一年开始 我就知道真的不容易做 尤其是做潮流品牌服装品牌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要坚持吧 对对 我觉得是坚持吧 就是呃 不能说什么流量不流量的东西 因为流量总会有一天过去 嗯 说实话 但是你能创造一个自己喜欢的 有朋友支持都喜欢的 我就觉得很开心 对 因为其实下一个问题也是跟这个相关联的 但是我们现在要回到产品本身 因为其实我是仔细细的看过了所有的产品线 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个同事 就是他中间的这个 然后他特别喜欢这个重磅屁 哎呀谢谢 对所以说呃 因为我看过了以后 我会发现 这个是第一系列的 对对对对 我会发现这个品牌呢 他在制作的过程中 其实用了很多特殊工艺 然后不同的面料这样子的东西 还是老话啊 就是其实陈伟霆没必要做这些 但是陈伟霆做了 所以说那我想问一下 在衣服的材质啊 版型啊 面料啊 你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喜好吗 因为其实我看到了很多花样 全都有啊 嗯好像今天你穿的 就是因为我自己一直 我觉得如果一个品牌要输出 我觉得因为 就是cannoway比较有 怎么说呢 有温度的 我自己定义为有温度的品牌 就是看你的同事 你的朋友穿的那个是 family forever 就是他的两 两只手是我爸跟我妈 哦 以前在香港一个狮子山上 他们定情有一幅照片 然后我就用了他们的手 就变成第一个系列 就是我用 因为为什么变成第二个系列 就是我觉得 love is everything 这个品牌基于爱而出来的 而不是这个品牌 我觉得 Cannaway 是没有攻击性的 一个品牌是有温度的 然后就刚刚你穿这个 Clean 这个就是我提倡的就是环保的款 就是这个材质就是你穿完 有很多衣服就是我们认了之后 我们去处理掉这个衣服 其实它造成污染 对 是的 但是它是可以自己溶解的 就降解的 对 然后它排放出的空气 还有所有的物质是不会污染的 所以OK 但这个也难就难在 因为它成本超级高 对 而且这个东西如果你不说是很难被就是消费者知道 就一定要有一个出口告诉别人 我们做了这样的东西 对 所以这个量也不多 就不能说太多 因为成本真的高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点 因为看过了大家所有人都看过了明星座品牌 然后但是我看了你的微博 大概翻了三页四页五页六页 然后你大概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穿看到你的衣服 我就说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情 因为其实有很多明星座牌就是他们都不穿自己的衣服 包括一些主理人他们是自己穿好的 然后把衣服卖给消费者 所以说为什么你会就是这么大面积 正常时间的穿这个品牌 我就喜欢啊 OK 然后因为真的 我是喜欢 对 不然我做它来干嘛 OK 我出来干嘛 就是我所有的product 我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跟设计师讨论过 然后是也是也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我才请他过来 OK 就然后所有的出发点 其实所有的 我都知道为什么要出就是完全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 不然我不会出了 我不会出了 除了女装 哈哈哈 除了那 United Tokyo 那个女装穿 OK 但是我很喜欢那个系列 但是全部都是我爱穿我喜欢的颜色我才处理 OK 因为我也看到了其实像包括那边有眼镜 然后有帽子 然后有一些香薰生活方式的东西 然后我看到品牌的这个多元化已经展开了 包括最近Ice Cream那个封面 然后我想让你聊一聊 就是说关于这种多元化的产品 以及多元化的联名或者形态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刚才说了Canva是一个我定义为有二有温度 但它的logo是一个不等号 嗯 对 对 对 首先是呃 陈伟霆嘛 魏霆嘛 然后我拿着等于的那个感觉 但是在我的世界 一加一未必永远是二的 嗯 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很多事情 你看到未必是真的 嗯 但是你得相信你自己 嗯 所以很多事情不同的时代 你想干 你就去干 就不要等 所以也也是因为这样 我就把它变成一个不等 不等 就是你想干的事情你就去做吧 嗯 然后呢也代表了无限的可能 OK 对 所以啊这个无限的可能 可能也是自己的一些 跟团队的理念 从一开始我们也没想要做一些 Canva的cafe 嗯 对吗 就是慢慢我在北京的实体店 我开始了有一部分的area 我就变成了cafe 嗯 去做 然后楼下就是有一个特饮嘛 嗯 然后到你看到的墨镜 嗯 还有我们的accessory 对 然后有地毯 然后接下来会有home deco OK 的东西 然后有家具的东西 我觉得也是无限的可能 就是自己想要想做 然后呢在我的电脑上有几个文件夹 然后文件夹里面可能会包含 会穿的男明星 以及穿Chanel好看的男明星 然后在Chanel好看男明星里面呢 就有很多女的照片 嗯 然后那我也看到你有在就是高级时装的部分 有很多造型 同时你自己日常的部分其实很街头 嗯 然后呢 啊 你是如何把这两种风格啊 去日常穿当中融合在一起的 因为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我自己就特别喜欢穿一个非常重磅的白色的T 然后让就是说两种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服装性形态融合在一起 那你平时会这样玩吗 然后还是你有什么自己的方法 对 就是这样 OK 所以我已经把答案都说了 就是首先我觉得不能刻意 要合理和自然 对吧 是的 就是当天的状态很重要 OK 就是如果你刻意 我你可以说我今天要拿Chanel包出来 嗯 或者是我今天要穿了Chanel的外套 我要想半天我怎么去驾驭这个已经输了 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在做的做的事情可以对这个行业或者领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你希望这种影响是怎么样的 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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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因为他们可能一家两家然后慢慢一条街 嗯 那国潮我希望可以也达到这种状态 对就是是其中的一分子一然后经营了一年我知道非常不容易 嗯 就算大家说国潮国潮 哈哈哈 我跟你说不不是就这回事 大家会说会买吗 嗯 难 说实话 对 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我觉得要大家团结起来 然后把这个氛围营营造了 然后让顾客自己去选择他喜欢哪一个类型 但是在这个过程这个圈子就会慢慢矿大 嗯 然后那个文化就会慢慢形成形成 对就是我很希望我觉得我们肯定能做到的 就只要是团结 OK 那今天这一期小课学说希克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 也非常感谢 谢谢 我们真的回答还是非常饱满的 那我们的福利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我们下一期希克再见吧 拜拜